香港今個星期就決定了 跟隨美國的步伐 批准青少年人 即是12到16歲之間的青少年人 去打復必泰BioNTech的疫苗 我知道很多家長都很忐忑 我之前也拍過一條片 講過我對於青少年人 打復必泰疫苗的看法 大家可以跟回這條連結 就可以看上次那條片 就會比較詳細知道我的看法 但我這幾天又看回美國的疾控中心 它又出了一個報告 有關青少年人感染新冠病毒的情況 我覺得有一些資料 大家都應該要知道 在考慮 給不給你的小朋友去打疫苗的時候 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美國的疾控中心出的報告 美國的疾控中心出的報告 其實它提到今年頭幾個月 究竟有多少青少年人 12到17歲 究竟有多少人入院呢 歐科來說 跟我們一般的印象都一樣 感染新冠病毒 入院的青少年 是比大人少很多很多很多的 譬如在今年1月的早期 他入院的數字 每個星期 大概每10萬人裏面 就有2.1個人 這些青少年要入院 到3月中的時候 那個比率 就是那個入院人數有些降低了 每個星期 每10萬人 就不夠一個人 0.6個人入院而已 但是到了4月 這個數字又所謂上升了一些 每10萬人裏面 就有1.3個青少年人 就要入院 就是一個星期這樣算 其實真的不是很多人 但是有一件事 大家要留意一下 他發覺 這群入院的青少年人裏面 有3分之1 是需要進去深切治療部ICU的 這群入院的人 也有大概5%的人 需要插吼呼吸 好在一件事 就像歐科來說 這段期間 這群青少年入院 就算進入ICU插吼也好 就沒有人死 那他們就收集了一些資料 就看一看 這些入院的青少年人 有什麼特點呢 或者有什麼高危因素 令到他們 容易一些入院 容易一些出大問題呢 感染了COVID之後 大家要留意了 七成人都有其他病或問題 這些包括了什麼呢 包括了肥胖 包括了一些慢性肺病 慢性肺病包括了哮喘 很多青少年人都會有 大家要特別留意 再者就是有一些神經系統的疾病 就是青少年人 也算是高危的人 可能會容易入院 有七成的人是這樣 但是還有三成的人 是完全健康的 就是說入院的家人 裡面有30%的人 是之前完全沒有病的 就是說完全沒有病的青少年人 都仍然有入院的機會 而入院有三分之一的機會 就會要入到ICU 雖然我們現在不太知道 之後的詳情 但是入到ICU的話 都會有這麼嚴重 之後就算不死人 可能有些Long COVID 可能長期會累 長期會氣喘 當然也要擔心 我們上次說過 就是那些 令到周身的血管發炎 類似川崎症的後遺症 有好長手味都不出奇 還有他們初步的數字 看來入院的比率 甚至比起流行時 入院的小孩的風險 就更加高一點 就是說流行起上來 例如是如果冬天到的話 令到青少年入院的比率 就比流感更加高 大家知道這些資料之後 可以自己斟酌一下 例如小孩會不會有高危因素 會不會有酵喘 例如肥胖或其他病 如果小孩有這些病 大家都可能要積極考慮 讓他打了疫苗 可能會比較穩陣一些 而也有為數不少的青少年人 完全健康都需要入院 雖然說是這麼說 整體來說 青少年人真的感染COVID 嚴重的危險 的個案 應該都是比較低的 剛剛昨天我看了一個新聞 腦偷社報道 德國的指引 跟美國有些不同 德國的專家建議 他都建議和青少年人 12歲以上 12至17歲之間的青少年人 去打疫苗 也建議打復必泰 BioNTech 薇薇薇薇薇手 是可以的 不過他建議 只要打那些 本身有其他病的人 像CDC的报告那样 针对肥本、呼吸系统病、神经系统病、慢性病 假如这些青少年感染了新冠病毒 可能入院严重的机会大的人才打 而完全健康的青少年人暂时不建议打 因为始终有一个小小的担心 早前以色列的报告说 那些年轻的人 打了疫苗之后 发觉有一部分人是有心机发炎 不是证明了疫苗引起心机发炎 因为现在在研究 所以德国方面的做法也是 比较审慎的做法 因为未清楚 但是正是知道有慢性病的青少年人感染了会大事 这件事 打了针 好处应该多过坏处 即使有一个 未肯定 或者 不知道是不是引起心机发炎的风险 但是对于 这些本身已经高危的人来说 打疫苗 仍然是比较可取 所以他就用了这个比较审慎的指引 只是打一些有慢性病的青少年人 好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的收看 请你留言 点赞 订阅 订阅的时候 记住 按下小铃铛 每一次 我们有新片出的时候 你就会先收到通知 如果你觉得这条片有用 请分享给朋友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